川普这个美国优先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这也是我们不断地在提醒 蔡英文政府地方说 你不能一直把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压到最重 所以让另外我觉得现在为什么要跳出来澄清呢 最主要是大家也不要忘记 现在是在民进党的初选 而我们大家认为蔡英文现在民调低到 只剩下美国关系 好像大家感觉上还蛮良善 如果说连这个部分都证明了 其实现在的台美关系 还是中美贸易中的一个棋子而已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时候对蔡英文的初选 那是更加更加的不利 所以为什么现在总统府也好 外交部国防部要大动作的 出来立刻做澄清 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要救这事情 对蔡英文现在在初选里面的影响 再来我要提到的是 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中美的贸易谈谈 已经在最后阶段 甚至说可能这四个礼拜 大概就会有一个结论会出来 而在前两天 中共的国务院的副 他的那个 他的所谓的副总理刘鹤 也才跟川普又见了面 所以我觉得这绝对不是 所谓的无风不起浪 或是空穴来风 一定是有相关性 那当然我们现在是提出了 所谓的发架书需求信函 发出去只有说在四个月之内 美国要回复是不是同意 到现在并没有说一定会给我们军售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时候千万不要太过于乐观 来看待这个事情 而现在所以我觉得大动作的澄清 最主要最主要 还是因为要救蔡英文的民调 还是内部政治的考虑 还是内部政治的考虑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千万不要轻忽 因为终究现在在中美谈判 贸易谈判真的是最后阶段 我们会变成棋子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真的自己 要非常非常来注意 千万不要因为 因为我觉得军售案 当然对台湾还是蛮重要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我们是应该很务实的 去美国做相关的了解 谢谢大家